帅哥 帅哥 平日里沉默寡言的许小姐 近日突然举止异常 她不仅和在陌生男人接触时格外兴奋 还整天捧着男明星的照片 几天几夜不睡 时不时还发出傻笑声 好帅啊 真好看 吓得家人赶紧将她送医 经过福州总医院476医院医生诊断 小许属于桃花颠发作 医生介绍 小许患有双向情感障碍 时而狂躁 时而抑郁 同时还可能患有 中情妄想症的精神分裂症 也就是俗称的桃花颠 这类患者自作多情 坚定不移地认为 对方对自己产生了爱情 因此朝思暮想 寝不安息 食不甘味 甚至找到对方纠缠不清 所幸经过治疗 目前小许已恢复正常 专家提醒 进入春季人体代谢加快 神经内分泌系统会发生变化 每年三月至五月 是人情绪最差 最不稳定的季节 也是精神病发作的高峰期 如果有入睡困难 无故焦虑 恐慌 整日心神不宁 坐立不安 发呆 自言自语等先兆 监护人或家长 应及时待期就诊 而对于桃花颠病人 在求医之外 还可设法 转移其胡思乱想的思绪 参加一些休闲娱乐活动 让心情好起来 促进病情好转 新经暴动新闻 综合整理报道